佛教三大经典是上座部佛教传统中使用的巴黎经典 东亚佛教传统中使用的中国经典 以及印度藏传佛教中使用的西藏经典 巴黎经典,又称三藏 是一部巴黎文佛教经典的总集 汉藏经,又称大藏经 是汉文佛教经典的总集 藏传大藏经又称甘朱尔 是藏文佛教经典的总集 最早的佛教文献写于西元前一世纪至西元三世纪 在阿富汗发现的现存最早的佛教手稿 是用兼陀罗语书写的兼陀罗佛教文献 其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前一世纪至公元三世纪 第一批佛经最初是由佛教僧侣口头流传下来的 但后来以各种印度亚利安语、巴黎语 兼陀罗语、佛教混合梵语等写成手稿 在阿富汗发现的现存最古老的佛教手稿 是用兼陀罗语书写的兼陀罗佛教文献 其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前一世纪至公元三世纪 第一批佛经最初是由佛教僧侣口头流传下来的 但后来以各种印度亚利安语、巴黎语、兼陀罗语、佛教混合梵语等写成手稿 透过佛教僧侣和学者前往其他国家传播佛陀教义的努力 佛教经典传播到印度以外的地区 这些僧侣和学者将经典翻译成他们所访问国家的当地语言 使佛教教义为更广泛的受众所接受 丝绸之路是连接中国、印度和中亚的贸易路线网络 也促进了佛教在印度以外的传播 佛教经典可以根据其书写语言 所属佛教宗派 书写目的分为不同的传承 上座部佛教传统中的巴黎文经典 东亚佛教传统中使用的汉文经典 以及印度藏传佛教中使用的藏文经典 是三大佛教经典 最早的佛教文献 可以追溯到释迦牟尼佛原记后的几个世纪